觀眾朋友你好 是不是花蓮地震 這個善款沒有善用 這幾天因為在0206 那場地震之後 很多人捐了很多很多錢 總計高達十九億多的 這些善款 包括說這個善款管理委員會 以及花蓮縣政府都說 當然第一優先是這些災民 還有這些重建的工作跟預算 可是在花蓮 包括食材業者 他們受損的情形 真的非常嚴重 而食材業者上下 可能是很多很多家庭 賴以為生的這個重要產業 另外觀光業特別是旅館 觀光旅館業跟民宿 政府也是受災非常嚴重 因此打算包括總計八億 各四億 觀光宿養 這個食材業四億 要來做什麼 補貼他們 如果說真的過不下去了 營運資金出問題了呢 補貼他們去做紓困貸款的利息 一趴 這件事讓很多民眾知道之後 很棘很棘的說 你這大企業 你賺錢的時候沒有分別 為什麼我這錢 關出去是要救災的 結果去補助這個大企業 這你賺錢之後錢是你自己的方向 怎麼可以拿上款去捐助這些產業呢 可是呢花蓮縣政府跟上款委員會說 沒有啊 你看之前台南 高雄 他也是補助三項 這次台南市政府就說沒有 我之前那個圍觀大樓倒塌 我完全沒補助產業 我是周邊的這些受損的商店 高雄縣政府呢 在這兩天呢 蘋果日報也說 他確實有一部分的資金 是拿來補貼這些產業 但高雄市政府說 沒有我那也不是補貼產業 我也是補助周邊的 這些受災的商家 但一個最最大的問題是 產業算不算受災戶 如果說包括地震 包括氣暴 周邊的這些商家受損 我們覺得說應該可以補助 那麼在花蓮工業區裡面 也受到很嚴重傷害的 這些食材業 為什麼不能幫他補助呢 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爭議 可是確實有不少的民眾呢 說我一定要退款 這個錢一定要退 而花蓮縣政府說可以退 但一直到這個月月底為止 今天要來看一下 到底善款該怎麼善用 是不是災難越大 捐款越多 可是爭議恐怕也越來越複雜 來介紹今天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花蓮縣的縣議員 劉曉美 劉諺你好 主持人還有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其實我覺得館長 如果真的那一百萬退回來 可以考慮捐給他 怎麼說 館長說 你如果要去補助那大老闆 我過去請一個人 每天在花蓮煮飯給他們吃 給災民吃 這個人就是常常去弄這些所謂的 生產過剩價格崩盤的農產品 到處去煮高麗菜 我們的歡迎是長期在經營 在做這些善事的好人會館的負責人 黃隆敦 黃老師你好 請慶聰嚇到 錢真的捐給你 恐怕你也要害怕 一百萬是要怎麼煮啦 我們再來歡迎是 當然在有豐富地方執政經驗 如果他是花蓮縣縣長 如果他是善款監督管理委員會的總召的話 他會怎麼處理 前臺南縣的縣長蘇環智 慶聰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這個錢當然是牽涉到所謂的愛心 民眾的愛心要怎麼用 才能夠發揮到極致 才不會有浪費 才不會有說善心善款 沒有善用的問題 再來歡迎是 臺灣社會福利總統的副理事長 葉大華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先來看看 在昨天呢 花蓮縣政府跟善款管理委員會 張善政作為召集的呢 他們開了一個記者會 說明說 第一可以退款 第二個 社會外界的誤解 真的很大 首先呢 這八億呢 是先匡列 先編了 並沒有要花 如果說中央有補助 或是花東基金 有補貼的話 那這一筆錢就不花了 第二個呢 張善政特別講到說 食材業者 大家不要想說是殺食業者 這是兩碼子是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要補貼 這些殺食業者 食材業者 對張善政來講 他們都是中小企業 不是大家很批評那種破壞環境的大財團 再來一點呢 這些錢呢 一定會好好的監督利用 想退 在這個月底之前 都可以退 我們來看看 為了要幫助地震過後的地方產業 換了縣政府在十九億九千萬的善款中 挪出了八億給觀光業和食材業者紓困 但這舉動卻引起不少捐款人不滿 要求縣府退回捐款 我是看到災民 我希望災民未來日子能夠過得好 而不是去針對營利事業 上款監督委員召集人張善政 則是表示 其實上款自助產業花林絕費首例 像是高雄氣爆和台南為觀都是如此 而且這項補助 也是由政務委員陳美玲所建議 許川勝執行長說 對於業者的補貼 可不可以一起考慮 那這個陳美玲的主席呢 就說請賦稅組評估可能性 如果不行的話呢 請花蓮縣參考台南的案例 花蓮縣長復困期則是強調 地方產業若是無法使用善款紓困 中央就應該另外想辦法幫忙 無法理解為何其他的縣市可以 花蓮卻被攻擊 但尊重捐款人意願 可以指定捐款用途 也可以退款 如果中央自然難行 沒有辦法救助的話 花蓮縣政府會概括承受 對於所有善心善念的好朋友 你們要求這個指定用途 如果有不同的想法要求退回 我們會漸請善款委員會予以退回 花蓮縣政府特別拿出資料 以高雄七八為例 高雄縣府補助產業 每戶每月二十萬 一年兩百四十萬 而花蓮只是提供產業 百分之一的利息補貼 每戶每年上限二十萬 可見其差異 至於要退費的民眾 可以上花蓮縣政府官網申請 記者文家凱 花蓮報導 不過議員我先請教你 你對花蓮的產業的現況 以及災情的實際情況比較瞭解 拿著四億給食材業者 補貼他們的利息 以及四億給觀光業者 補貼他們的利息 有得利嗎 我現在這樣說 其實這個災害裡面 平心而論 食材業者受損很嚴重 為什麼很多人說地震 食材他九頭也不去震碎 事實上他是切好片 因為花蓮都是食材加工業 然後已經做半成品了 切片 然後放在一起的時候 當地震來臨 他互相碰撞破碎的很嚴重 其實食材業坦白說受損也很嚴重 那觀光業就不用講了 因為當時後媒體這樣子的報導 事實上我們在花蓮看到 當時跟九二一跟其他大地震 是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就是那四棟大樓的 直接倒下 那其他的路面 他並沒有非常大的一個破損或斷層 那可是呢 因為就在過年前嘛 所有的焦點都在花蓮的時候 看起來整個的感覺是非常嚴重 餘震又很大 所以旅客一整年最重要的觀光旺季 就是過年 是在對花蓮來講 就是遊客就沒有去了 那剛剛主持人講到對於利息的補貼 我必須要講就程序上不管是觀光產業或者是食材業 他在利息的補貼在那個聯徵中心 你要遞延或者是補貼其實他都會註記的 他都會註記的不是說你要補貼 你可以多方來自於補貼 他都是可以照單全收對一個企業 不是這樣子的他其實是有一定的程序 在金管會那邊就是聯徵中心 他會註記你做什麼樣的補貼 所以說其實他真的是一個匡列數 匡列數 那為什麼今天他匡列的到底是要補貼到 譬如說這些小作坊 就是小型的企業小型的這個食材公司 中型的大型的這個匡列數 他可以運用的彈性對於首長來講 他就變大了 您懂我意思嗎 你這間大企業我也可以補貼你 小企業我也可以補貼你 然後這裡面的匡列數事實上是很大的 四億 那麼其實今天會引起這麼大這麼大的紛爭 這麼大的社會紛爭其實最主要的原因來自於比例原則 什麼樣的比例原則 因為我們的災款大概目前一線政府的網站去公告 是二十億左右 二十億左右 那大家有沒有想過八億佔二十億的比例是多少 百分之四十 是百分之四十針對這兩個產業 而張善政前院長 他是經歷過零二零六臺南大地震的前院長 他在記者會跟布崑奇縣長講了一個非常錯誤的訊息 他說臺南有針對特定的產業去補貼或者是補助 事實上臺南是並沒有的 那高雄剛剛我們講得很清楚 高雄對於產業的協助其實也是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有一億六千多萬是針對道路兩旁的店家 他們的房租補貼和利息的補貼 還有營業損失的補貼 這是有的 但是他並並不是特定的產業 嚴格說起來道路兩旁的店家 他們也是某一種程度的受災戶 因為道路不能走 他沒有辦法做生意呀 然後店面被毀損等等的情況 所以其實跟這個是不能類比 不過我再釐清一下議員您的說法 就是說第一個食材業的受損觀光業的受損 真的也很嚴重 是的 因此政府或者是這個善款拿來補貼 他們的利息的這些支出呢 並非完全沒有正當性 但比例上是不是在總善款十九億九千多萬要占到四十趴 要花八億來去補貼這些食材跟觀光 這就大有爭議 更何況八億這中間誰要拿多少 八億你可以貸款可能 你如果是四億的 利息一趴就可以帶四百億 四百億一年一趴的利率就是四億 誰可以帶到四百億 那中間可能有權利者的人 他可以有一些左右的一些可能性 我再請教一下黃老師 你當然長期在做這個 所以你算是專業的行善者 這個錢花的有道理嗎 我自己是花蓮人 這次面對花蓮的災難 其實心裡的那個衝擊是非常嚴重 然後第一時間其實是說捐款不夠 然後變成一種很奇怪的抱怨說 你們怎麼捐那麼少 那全國民眾聽起來 當然心裡很不舒服 然後到後來竟然會有出現要求退款 那如果用嗆聲的方式說 你們如果要退就來退吧 這兩件事情都會變成臺灣社會信任的一種災難 這樣所以這件事情其實是很必須要嚴肅 來面對這件事情 大家在臺灣碰到有災難的時候 為什麼花蓮捐款會比較少 還有真的是不夠用嗎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這樣 所以這裡面充滿了大家對一個地方首長 有他個人的風格的時候 能不能接受的問題 所以就算是比例的問題 他也不至於說一定被放大到要變成一個退款潮這樣 是這麼嚴重的一個狀況 所以捐不捐 退不退 其實後面有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 就是對這整個事情的東西的信任 那這個事情反映的情況很強烈 第一個是前期的捐款是這樣 另外會看到這次冒出來的 比如說台積電還有聯發科 聯發科這次在七星壇的作為 很受到居民的感謝 直接到這個災民的現場 家裡面去採取行動 兩個單位都是這樣 當然我們自己也是 但是我們的力量不像他們那麼有力這樣 那於是我自己在看到那個 聯發科做什麼事 他到七星壇 因為到時候大家都集中在那個市棟樓的地方 那其實還有不同的地方受災 所以他關注到螢光幕 美光燈沒有照到的地方 民間企業去做 對 他讓他們在那個房子受損的情況底下 又要過年了嘛 然後給他們一個去住民宿 然後聯發科幫大家付這個民宿的房間錢 然後間接也幫助民宿業者 或者是旅館業者 讓他們有基本的收益 那台積電在花蓮做什麼 台積電做的很多樣 很多樣 他幾乎直接就調動現場的很多動作 像我自己這一次 我在台灣把這個家具募集送到花蓮去 到現在還在持續進行 那其中包括有人是在台北的公司 直接就把貨車提供給我用 破車啊 直接給我用到今天才在用 而且還沒有辦法還 因為後面的那個整個的協助 他需要一段時間 才會從安置中心出來到租房子 租房子一段時間才開始 能夠安頓下來 所以這個這個其實像台南的事情也是一樣 幾乎長達半年 有些還受傷要到出院之後 重新工作才能夠安頓 所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你信任是一個很奇妙的事情 我相信你 也許我外面有一些風風雨雨 我就是相信你 我不相信你 你有嘴說到沒了 我就是不相信你 他幾乎是全有跟全無的這個分界 而不會說百分之六十 相信你 百分之四十不相信這樣子 我想問的是說 這一次花蓮呢 我必須再次強調 他是匡列的八億 還沒花一毛錢都還沒花 因為還沒有人來申請要貸款嘛 匡列的八億要給食材跟觀光 真的會導致部分民眾的信任崩盤嗎 我認為是這樣子啦 其實我們剛剛講到 就是以高雄為例 他對於兩邊店家補助的部分 店家生意人補助的部分是四趴 一億六千多萬 按在他的債款的比例是四個percent 那我們去看到這個這一張很明確的 用在受災戶重建的部分有七億多 是 那周邊大樓的其他災民的慰問 譬如說災民的慰問和照顧輔助 還有這個補序的部分 就是加起來四十七趴 四十七趴的部分 你看產業補助高達四十趴 我想我們必須要把這個震災的善款做一個定義 我覺得定義這個震災的善款 我們是用來第一個震災 補序照顧災民重建 還是來輔助產業的 所以這一般捐款的人 他會就這個定義來要捐款 可是當這個執行的過程的比例是差異太大 那在他們的認知他們的認為就會受創 是 你知道嗎 那其實我覺得這一個事情最大的紛擾 就是我講的這個比例原則 就是比例 如果今天我們照顧災民重建 和其他 該做的都做好了 都佔了十五億 假設二十億 然後你也許花四千萬來補助利息 對或兩億 一億兩億 你匡列不要匡列的這麼誇張 OK 也許今天紛擾就少一點 大豪姐你的看法 我覺得很多這個 歷年來從九二一開始一直到八八峰災 然後到微冠 其實這幾次的災難我都有參與過 那其實每一次的災難 我都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學習 就是對捐款人 或是要勸募的人 都是很重要的學習 那我覺得有一個 臺灣有一個亂象 就是說每次遇到這種重大的災變的時候 馬上第一時間出現 都是趕快人到現場 趕快要物資 趕快給錢 那我們在過去這麼多年的經驗裡面 特別是像微冠那時候 我覺得出現很多荒謬的傾向 比如說馬上第一時間 就有人覺得要慰繞那些救災的 這個這些災難 這些救援英雄 所以馬上送了兩百條的魚 到現場 要殺魚給這些救災的人吃 然後早逞很多混亂 像諸如這些很奇怪的事情 就充分的顯示出說 很多時候我們在這個災難的調度 跟的過程裡面 其實並沒有去累積這樣足夠的經驗 去透過很好的平臺來做好的資源分配 那錢的問題更是糟糕 比如說我覺得我們講一件事情 我自己也是政災基金會的董事 我擔任兩任 我一直覺得不解說 其實現在 九二一已經過了這麼久 到現在 到二零一二年還有一百二十四億 是沒有花完的 那我去當了董事之後 我才知道原來這個基金會 還存有五十多億 那這幾年下來 其實這五十多億在幹嘛 知習 那另外就是說 遇有這個重大災難事情的時候 他們會參與到不同的平臺去 來看說怎麼樣 然後因應這個所謂的 贈災的基金會的這個條例 來做分配 九二一到現在 都已經快二十年了 還有那麼多錢 那所以你看 如果五十多億用在所謂微冠 用在所謂這次的花蓮 正在綽綽於是也夠了 那為什麼每次一出現 你就會看到說 地方首長高一呼 趕快來捐錢 可是我們都忽略一件事情 其實已經有不少媒體 開始在反思說 不是要趕快叫大家 用跑馬燈call in進去 趕快來告訴我說 你要捐多少錢 趕快去便利商店投錢 而是到底需要多少錢 是應該是後續 政府應該要有效率的 去做評估 不過呼應大華的說法 就是說作為 就是從九二一直看 這些災難的一個媒體人來看 我真的認為 事前的防災是一個專業 災難發生救災是一個專業 捐款是一個專業 捐給誰 怎麼捐 捐多少是一個專業 拿到錢之後 這些善款怎麼用 更是專業 我請教一下縣長 你曾經作為那麼久的地方父母官 這個錢的這個用法 是否真的不專業 等一下我們會真的好好來看一下 看起來花蓮縣政府 或者是上款處理委員會 對於災民 不管是死亡 傷害 重建 安置 生活補貼等等的 該做的都做了 很顯然還有一大筆錢 所以他從這邊拿了八億 匡列還沒花 會不會花還不曉得 因為搞不好中央或花東基金會拿來補助 對 其中呢 九趴這個是沒有問題 大家都同意 錢捐了就是要做這件事 死亡的人家那麼傷痛 初期是給六十萬 這一次追加到五百萬 然後商者慰問有一些一十萬二十萬 這些事後子女的補助教育 這個也沒有問題 當然爸媽都不見了 你補助他子女 當然理所當然 安簽這也沒問題 總計一億七千多萬 拿來做這個 不會有任何爭議 重建也不會有爭議 房子倒了一瓶換一瓶 不會有任何爭議 百分之三十八七億多 這個也還沒花 因為還沒蓋嘛 其他這個爭議也幾乎沒有 周邊的商家路都沒了啦 整個都垮了 人家搞不好 就是那個禮拜 他主動停業來救災的 這個你補助他 這個也沒爭議 看起來最大的爭議是這個 可是我們必須想到 臺南圍貫 他也補助附近的這些店家 高雄氣爆 他也補助附近的店家 現在是在光華 還有其他的工業區 食材業者受損非常非常嚴重 而整個花蓮的觀光受損 也非常嚴重 做利息補貼 真的犯了很大的錯誤嗎 應該這麼講啦 就是說這一次是大家的 就是說發連強證之後 那麼這是所有的 善心人士的捐款 善心人士捐款的 其實他的動機 其實當然是災民 就是以災民為中心 那麼體系這個災民 那麼對於包括重建這個部分 但是呢 這個捐款者的這個動機 到底有沒有急移到 所謂的產業重建這個部分 那麼的確是 這樣的解釋的話 就會非常大 非常大 那就是說以過去 包括就是說我們也經歷過八八大水災 那麼也經歷過這個 類似像台南的那個強震的問題 高雄氣爆的 那高雄氣爆 是有一點爭論是 它有沒有涉及到這個 人為的疏失 政府的疏失 它有這個層面的問題 所以如果說你從這樣的角度來看 這個產業重建 一般來理解 其實是已經超越捐款者 原來的疫情的動機 這個大概是應該會 為什麼這件事情 會變成這麼有爭論 這是一般的捐款者的動機 其實好像被移業到 所謂的產業補助 但是產業有沒有真正受到損失 有 譬如說這個觀光業 實財業當時的確嚴重的受損 那麼實財業這個當年也會有受損 的確 那麼這些受損 是不是應該由善款 或者說應該由政府相關的一些稅制 譬如說他的稅金的減免 抵稅的問題 或者是說 他這個應該繳的利息 是不是因為沒有這個受害之後 沒有收入可以給他紓困延緩 覺得這些應該是屬於經濟部 財政部 政府部門的責任 而不是善款的 這個捐款者的用意 那麼我們現在臺灣這個善款委員會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捐到政府那邊 那麼地方政府主導 那捐款者的代表其實變很少 所以其實未來應該要去 就是類似這樣一個爭論 其實是怎麼樣把這個善款委員會 讓這個捐款者 從那個捐款者裡面去產生某一些代表 捐款者要讓他產生代表 我來關兩百塊而已 不是就是說他可以從比較 譬如說比較高的比例 譬如說你從前面捐十趴的 就十趴的某一些代表性的這些人 去產生 譬如說也許可以挑錢十趴 就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可能就是那是技術性的問題 但要讓捐款者有他的代表 進到這個監督管理委員會 對我想這個是一個 可是張善政不就某種程度是代表這種人嗎 我想這個是這樣子啦 就是說這個張院長張權院長 他在做這樣的一個決策的時候 這個人就是說他的這個怎麼去判斷 譬如說捐款者這樣的一個動機 到底他的這個善意集中在人的身上 譬如說這個你現在這個可能捐的錢 可能太多了 捐的錢這個太多 如果說最後結議說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結議 這個結議針對這個受害者 是不是這個部分去建議 由中央政府透過經濟部 財政部的相關稅制 或是相關的融資去處理 那其他善款也許是給弱勢團體 如果這些善款最終是給弱勢團體 那麼來幫助這類弱勢團體 可能社會各界的聲音會很少 是 是 是 就是說這個 不過我可能再補充一些資訊 覺得他說好像拿糖的錢去買鹽 好像也沒什麼問題 但我們來看看 災害防救法其實訂得很清楚 我們來看看災防法 這也算不算不算舊的法 還算新的法 災防法裡面有談到很重要的幾點 第一個呢 所謂的捐款這件事 不能去替代掉政府的責任 不好意思 因為這很後面 首先他先賦予說 為了協助災後復健重建 各級政府可以鼓勵民間來協助 不管是捐款或幹嘛的 那捐贈物資款項分配 也是地方政府有一定的權利跟責任 那最重要的是在更後面 我們來看看這個在災防法 第我看一下 四十四支八條 災區受災企業受影響 而發生營運困難的時候 就是食材業觀光業囉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就是經濟部囉 和交通 交通部 要給予紓困 換句話說 不是不該給錢 該給錢 該給補貼 誰給 經濟部給 交通部給 地方政府給 絕對不是說 我們這種賺二十二K 三十三K 或者是人家不管他賺幾K 他捐的錢呢 不應該來拿來做企業的紓困 災防法寫得很清楚 因此恐怕也要給張善政 張院長參考 這條法律其實 必須讓他們重新去檢視 三月八號他們那個決議 可能有違法之餘 我們再來看看 那這講得很清楚 受災的企業受影響 這個融資補貼 這個都有法源依據 沒有任何問題 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該做的事情 那民間捐的錢幹嘛呢 政府要尊重捐助者的意見 專款專用 除非今天那個善款委員會 也在做第三次會議 他有決定說 不會拿沒有講說 你要做什麼的這些錢 去補助給產業 除非你有講說 你要補助給產業 他才拿去補貼食材跟觀光 不過有一點疑問 真的會有人寫說 我捐這一百萬兩百萬 是要補貼觀光食材嗎 但是呢45條講得很清楚 民眾捐錢 他的意願政府要絕對的尊重 專款專用 救災就是救財 給災民就是給災民 產業要救 但是那是政府要該去救 不是民眾要去救 我再請教一下議員 所以目前看起來 有一點說不過去 給產業這一塊 其實我剛剛就在講 災防法上面 對於受災戶的定義 也很清楚 是 那剛剛講的 張善政主任委員 跟傅昆錡縣長 講到的部分就是說 要補貼產業的部分 其實跟災防法上面 是抵觸的 是互相抵觸的 那又把它匡列的 那麼大 其實民眾第一時間看到 不會是看到災防法 因為他們沒有人 很快及時地去查法律 但是只是查 這個比例原則上面 所以從這裡面去看到 就是說剛剛主持人講到 副縣長 還有張善政 主委說 專款專用的 他們會拿去補貼災民 然後沒有寫專款 專用或者他們想要去補貼產業的 不會有人這樣分嗎 對吧 那如果想要補貼產業 是不是也抵觸了這個災防法 您懂我意思嗎 事實上是矛盾的嘛 他已經抵觸了他的 但他可以把善款捐給經濟部 讓經濟部去編議算 所以其實回應 他要提供民眾同意 對 同意才行 其實齁 我們在目前的情況 我覺得 像當時一開始 社會處有開一個專戶 給民眾捐款 當時衛福部也開一個專戶 其實都終究都會匯整到這個 給地方政府來使用 是很多人都說 你不要捐給花蓮縣政府 很多人都說 對傅崑崎縣長 我覺得很害怕等等的 捐到衛福部 其實終究都是會 傳到花蓮縣政府的 瞭解 其實就是在這二十億裡面 但是我覺得 其實回應一下 大華姐剛剛講到的部分 其實為什麼災 災難一發生的時候 大家都拚命捐款 其實你去看 傅縣長在這個 零二零六的症災裡面 他有出現了幾個發言 讓臺灣人覺得很受傷 然後感覺很不好的發言 譬如說 他說算算款太少了 然後不及 臺南的三分之一 然後中央厚此薄筆 給臺南兩百億 然後給花蓮財三億 結果賴清德縣 那個行政院長 當時的市長 就告訴他 我只用了九千多萬 其實那個觀感都很好 包含他說 我的善款要給紅十字會監督 結果被人家起底 他跟紅十字會的裙帶關係 因為他是花蓮分會的會長 所以著授給右手監督 所以才會趕快換掉 這個紅十字會當時的主委 做善款監督委員會的主委 就變成張善政 不過可能就節目單位 要做一些說明 其實我們在一兩天前 也一直在邀請花蓮縣政府 花蓮縣政府的說法是說 因為整個善款怎麼使用 不是花蓮縣政府能主導能管理能負責的 是要善款監督管理委員會 所以我們也打電話給張善政召集人 不過張院長召集人說 他今天有一個參會 所以沒有辦法來參加 這是必須做一些說明的 因為這牽涉到一些當事人的一些權益跟說明的問題 但我也許請教一下黃老師跟縣長 我們回到三月八號最最關鍵的 這個善款監督管理委員會做的這個會議紀錄 我們就可以很清楚 我覺得這是很難得的機會教育 讓大家看看政府把我們的錢用到哪裡 收支的情形到底是如何 我們再來去評斷說政府有沒有濫用我們的愛心 因為張善政張院長也一直在說 你們不要沒看過人家的這些會議紀錄 就開始那個隨便用自己想像來批評 我們來看看這個會議紀錄 三月八號開了一個極為關鍵的善款的第二次監督管理委員會 那當然就一大堆報告事項 首先幾個情形是總捐款的是十九億多 只花了五千三百多萬 我必須強調只花了五千三百多萬 不是說已經花掉八億給產業 總計只花了以執行的五千三百多萬 其中呢因為有十一個人不幸死亡 那每一個人先發六十萬就是六百六十萬 七百多萬是發給受傷的 包括親中重傷的 然後慰問金發了三千八百萬 這是受災戶的慰問金 受傷慰問金是七百多萬 然後影響生活慰問金一百二十二萬 這個是已經花掉的 發出不能說發出去的 那接下來要怎麼用呢 現在就是一個一個計畫來談 如果說世衛覺得說這個計畫 我們要停下來 來好好討論有爭議的話 我們就停下來 第一個 房子都倒了 家園重建 這個要花七億多 應該沒什麼爭議啦 就是要花七億多 那當然有沒有什麼那個 那個什麼那個買櫃賣空的啦 或者是福報 或是那個什麼偷工減料 這是另外一個議題啦 唯屋的這些補助 這個要花五千萬 就是周邊沒有倒 但是已經是圍樓了嘛 這個要花五千萬去補助 再來呢 你拆了這些必須要拆的這些房子呢 不小心把隔壁的這些房子弄壞掉了 要賠 這個要花兩百萬 但是他有上限喔 如果是合法建築呢 不小心被破壞掉 拆這一間不小心拆到那個隔壁的 把它弄壞掉 賠兩百萬 二十萬一戶最多 那總經費匡列兩百萬 這部分OK啦 沒有太大爭議 然後呢 所謂的那個本來是給六十萬 每個死者嘛 現在一個說要增加到五百萬 所以增加七千多萬 從六十萬到五百萬 那因為上款其實真的就是要給他們的嘛 所以這個大概增益也很小 人數也不多啦 才十一個人 對不起 我收回那個 抱歉 我不應該這樣講 不過因為就是十一個 增加一個人五百萬 所以增加總金額不會太多 生活輔助 總經費是三千六百萬 一戶一個月給一萬 給一年 也不過分嘛 對 這個不過分啦 再來呢 商者的醫療照顧補助 這完全不過分吧 他因為災難受傷 你補貼他 人家捐錢就是要做這種事 短期安置 沒地方住了 或者是說 他是圍樓了 警戒區了 你安置他 這個花一百多萬 也沒爭議吧 還好啦 那不說我都動作沒爭議 這個有沒有爭議 我這個今天困擾我一整個上午 因為地震 所以這一次上款委員會 編了一百萬 要補助災民 口腔重建 就是做假牙 我想 本來我在這樣想 可是我這幾天 一直在避免自己用原本 有限的生活經驗去想像別人 可是我後來想到我媽媽 他有一次那個跌倒 在自己家裡跌倒 然後就急診 送醫院 急診就慌忙的時候呢 他假牙不見 對他極度困擾 所以之後我們又花好幾萬 再幫他做一副整副假牙 我們想像0206 房子倒了 很多人衝出來了 然後整個牙 牙的亂七八糟 這時候如果有帶假牙的那些老人家 正在睡覺 假牙放在旁邊 不見了 我們有二十億拿一百多萬幫他做假牙 這個會有爭議嗎 基本上我一看到這一個的時候 那時候第一時間我也是覺得很錯愕 我覺得是到底是怎麼回事 後來我也是想到你講的 因為當時我剛好來臺北開會 然後十一點四十分我的火車到達花蓮站 從第三月台走出來的時候 我四十七分上我的車 五十分就發生大地震 所以第一時間有災民打電話給我 我看到的現場 我直接因為一一九一一零電話已經打爆了 所以我到現場的時候 警衣銷都還沒到 五十五分我就到白金雙星跟無居無數那一棟小路上面 我看到的人是都從窗戶上爬下來 因為他們一樓的出入口已經塌陷下來了 所以其實你講這個情況是非常有可能的 而且現在如果是對於有老人家是全口假牙 他其實是可能是要花滿大的費用 這個關鍵是說 他這個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指定捐款 牙醫工會指定用處 他是有一個指定捐款 他要幫助他們 對對對 所以這個要看說他 因為他是指定捐款的關係 對 他有指定的 但我舉這個例子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常常會用自己的想法 生活經驗 你這錢買就沒意義了 買不買 可是或許善款委員會 他們掌握的資訊 跟我們不太一樣 掌握實際受災的 災戶的那些需求 跟我們坐在家裡 想像做鍵盤 算明也不太一樣 所以現場我再回到那個問題 是否我們該給這些監督善款的這些人 更多一點點的裁量空間 因為就是說這個坦白講 就是目前的善款委員會 其實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指定相關的人 所以講個更直接的 其實在稅行整個縣政府的這個意志 應該大概大體上是這樣子 所以我剛剛才會談說 其實未來的這個善款捐助 怎麼樣讓更多的捐助者去參與 但是在這個個案裡面 他其實就是因為捐助者指定這麼做 所以就他變成是一個很 他不做也不行 對 他不做也不行 但是如果說沒有人指定捐助 他要做 恐怕也不是那麼不行 我要講的就是說是否 這也是有一點我們太計較這件事情 就是說有人要捐 是不是所有捐的人 那收的人一定得收 今天如果我們這樣看好了 他只是牙醫師工會 他指定要做這件事情 口將重建那一百萬 那我們要問的是說誰來執行 如果今天是這個團體 他願意執行 他指定捐進去 那這件事情他自己來做就好了 可是顯然不是 他是指定捐款 然後是要由社會局來做呢 還是衛生局來做 那如果是這樣 他本來就有這樣的業務在的時候 為什麼不順帶的 就直接捐進去 為什麼要指定這件事情 那他有一些認定上的問題 口腔重建的部分 我們再來看看 補助財產損失汽機車一千萬 真的很多車子被壓垮 摩托車也壞掉了 就壓在下面的稅捐減免呢 這個其實呢 是房屋稅本來就減半了 但是呢 有之前之後的這些要再補貼 那再來呢 是遺體處理 我不曉得這個該不該花力氣 討論是整個遺體處理 跟那個聯合公計是花了四百多萬 那其中由上款支付 只有一百多萬 那一百多萬 我要花在哪裡呢 是聯合公計跟電計事宜 我還是用 就是你第一時間會覺得 那有一個公計要花到一百多萬 四百多萬 沒有沒有 他因為還有遺體處理 他是這樣子啦 他也有那個殯葬商業同業公會 做義務的協助啦 是 所以扣掉這個部分 還花了一百三十幾萬 我們需要這樣 蜘蛛必叫在上款嗎 我想這個很重要一個部分 就是說 其實這種勸募的行為 好主動對人家掘募 其實就是基於信任 是就是說你的信任關係 你監控部門帶頭做這些事情 時候你應該要公開 讓人家檢視到什麼程度 讓大家沒有話說 因為很簡單 為什麼媒體要跑爬馬燈 然後要告訴大家 哪裡可以捐 要不要捐給公部門 或私部門 他們都可以取決 這個資訊的篩選 但某種程度 你如果捐給政府 政府就會 因為是某種程度 是公務員來執行 所以他就不太敢 真的亂搞 在之後 他還會有一些審計單位 跟像是監察院 其他的審核監督機制 難道不會比民間更好嗎 嗯 我覺得就我看到的部分 是很難的 其實像我們議會要監督 也沒有辦法 以目前來講 看他要提供什麼資訊 我為什麼今天很敢 因為我白天在開臨時會 我們要求他提供我們一些細項的單價 單價的部分 譬如說你猜房子 就是這四棟猜 你到底一平方米或一平方公尺 你猜多少錢 你的單價是可以透過現在的科技 在網路上公布 瞭解 讓人家知道 可以民眾同時來監督 如果我們要求那麼多 會不會讓他們在執行上款的人 很難做事 不會啊 因為你已經發生過了 因為他沒有經過正所謂的採購法 或是怎麼樣的發包嘛 他是一個緊急狀態 但是你就是要放在上面可供檢視啊 我們來看看第十五個案子 這個錢很少 十九萬多 要買一百臺腳踏車 一臺一千九百多塊 說要讓災民呢 給我一個代步的腳踏車 我就想說 他們真的需要這一百臺的腳踏車嘛 但錢很少 二十萬而已 那我們如果在這邊一直討論 就質疑人家錢 黑白開 我們會不會拿很小的事情 去阻礙了別人的善心 反而我們某種程度 也是變成我們在批評的那一種 不好的那些人 黃老師 社會 真的應該是要一直進步了 像以前救災的時候 大家第一個想到就是泡麵水 然後一直往前面擠 不管是台東任何地方 然後那個多到公務人員要登帳要管理 都受不了 果然真的是太多了 那最後那些東西 又不能移作別的用途 還要管住那些東西 只好整個丟掉 可是事情不是只有這樣 比如說像這一次 還好 就是說有些事情 讓外界當然會有這些疑惑 比如說有一個新聞傳出來說 花蓮的廢土處理 這次就要用掉四億 那這個我自己在花蓮 看到這個數字都覺得說昏倒 你如果這件事情真的發生 以後全臺灣的人 是不會互相信任的 是 可是換一個角度來看 真正災難的需求 其實是非常強烈 像昨天這個事情 老實講在花蓮災民的心裡面 非常非常複雜 一方面害怕真的退款 結果大家心裡面 感謝大家好不容易有這樣的捐款 可以讓他的生活 可以回復的時候 會遭遇多大的打擊這樣 是 可是還有另外一方面 這個是房子倒的 被政府認定倒掉的 還有些人是房子受損 他可能基於某些原因 他會一時周轉玻璃 像我自己碰到的例子 有一個學生 他的父親是開吊車的 那車子就被旁邊倒下來的 壓倒 當然會補助 可是不曉得多久 可是這個人的工作 馬上在那個車子 在買到以前 他沒有辦法工作 他沒有這個身材的工具 是的 像那個腳踏車也是一樣 我自己在花蓮 第一時間 就把我們貨車 提供出來給大家使用 我們第一時間 就告訴我們的朋友 有沒有人家裡 你有二手摩托車捐給我們 我們把它捐給 讓災民來申請 腳踏車其實也是一樣 可是如果那個時候 沒有立即做 之後再做 有點太慢 還有政府來做 他就顯然 讓這種善意的發動 沒有那麼好 我就舉我自己的意思 那個上個月 我去當那個臺灣 那個公民科技 一個評審專案的評審 有一個人呢 他就是這樣子 他說每一次過年過節 寒流一來 或是有人去潑 遊民水的時候呢 就會有很多人呢 去買便當 或者是說聖誕節 或者是說這禮拜 可能比較冷 他就去買一大堆便當 導致臺北車站啊 萬華啦 一個遊民 一個街友 可能吃二三十個便當一餐 那很多人沒有 那可是呢 他撐三天之後呢 幾個禮拜之後 又沒得吃了 所以他要做一個APP 去做物資的調度 我這樣講的意思是說 捐款的使用 是一名高度專業 高度整合 真的不要說自己呢 出錢 然後給黃老師說 你就去那邊煮東西 給大家吃 每一個人都去煮那邊 那是那時候 廚藝會多少 這是一個需要整合的 所以如果上款委員會 覺得說買車是重要的 就買 說實在 我們必須有這樣的 一個信任程度 但關鍵來了 第案有十六跟十七 就是說 這些食材業者 遇到困難了 這是觀光處 花蓮縣觀光處提案的 那再強調 召集人是張善政 副召集人 就是花蓮縣的副縣長 然後呢 說只針對光華跟美輪 這兩個受災 比較嚴重的工業區 只針對食材產業 兩年半 讓他申請貸款 總經費框了四億 其中幫他出 百分之五十的房屋稅 以及利息補貼 那上款監督管理委員會 也不是說 夯不浪當全部就通過 他說我只戰略 我還要保留更正的這個權力 只戰略 你先去跟中央或花東基金申請 沒有的話再來 而且不能重複補助 而且不是這一次就過了 你下次應該就是這一次 今天這個會議 要提出明確的經費估算基礎 你怎麼算出四億的 你要跟我講 同樣的觀光也是一模一樣 我們還是回到老問題 因為這件事情而使得民眾對政府的信心 整個崩盤合理嗎 值得嗎 我們來看看 耐不住花蓮強震食材碎一地 這一震也重創花蓮食材業 估計損失超過四十億 花蓮食材業年產值約兩百億 與觀光業同為花蓮的兩大支柱產業 這兩大產業在這次地震中都受創嚴重 為了幫助業者再站起來 花蓮縣府打算把近二十億 扇款中的四成約八億元 用於食材業和觀光業紓困 但此舉引發網路紅人 館長強烈不滿 要求退回扇款 我再講一次 這個錢是我們的錢 不是你政府的錢 我們就是沒有人願意要去紓困嘛 我們就是所有人捐的錢 我們就是只要解災民嘛 我個人就捐了一百萬 我希望這個錢就是完全給災民 看是房子的啊 還有生活起居啊照顧啊 另一名網紅486先生 同樣無法認同扇款被挪用去紓困產業 並在昨天拿回兩百萬扇款 面對質疑聲浪不斷 昨天華蓮縣政府也出面說明 除了強調扇款用來補助產業 花蓮不是先例 並表明如果捐款者有疑慮 可以選擇指定用途或退款 善款到底該怎麼用才合理 除了加強監督機制 如果在募款前可以更清楚說明用途 或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爭議 所以但華我們從這次學到什麼經驗 以後捐款就是要寫清楚 我這五百塊這一千塊 這兩百萬是要幹嘛 我們學到這個經驗嗎 我想其實每一次的券目特別是災難的券目 我覺得中央主管機關或是地方政府 真的要好好的去思考他在什麼時候發布 這些券目的資訊是最恰當的 其實像這一次我覺得很大問題就是說 大家其實質疑是說錢裡面花在刀口上 譬如剛剛我們在看說一百台腳踏車這件事情 如果是只依賴這一個善款監督文 或者成員的共識局 他就這樣去做了 那現在呢是因為現在都有公開透明要求 這些紀錄會被看到 所以大家當然就有權利去監督 所以最後還是要回來說 當你做了這個決策 你接不接得起社會的考驗 儘管只有二十萬 對就算他是一百台腳踏車 你可以做但是合不合理 符不符合比例原則 另外我覺得今天很大的問題在於出在說 我們說花蓮網嘛 他自己本身的發言 一開始他其實就已經走上了一個錯誤的方向 他就是一直要大家千捐 可是如果他今天是一個有智慧的地方首長 他就應該要知道這一次的災難規模到底多大 是他的範圍多少他的形態是什麼 他大概可以預估出來推估出來 大概他有可能需要的募集的資源 到底不足是哪裡 那這部分時候其實你負責任的一個地方官 你就應該要出來說明這個 然後呢告訴大家第一階段 我們可能需要多少錢 而不是說我不夠 我很擔心大家不捐錢 然後還去比較其他的災難 事實上這個是很不好的一個方式 以後應該對方首長要有一個勇氣 看到這個災情的規模 他也許大概第一階段十億 或是第一階段五億 甚至第一階段一兩億 他就可以緊急讓這些災民度過第一階段的難關 然後再來再跟大家講說以後重建 再說是你看我第一階段執行的好不好 你再來評斷要不要捐第二階段 募款之前先講我要募多少 對我們通常在募款主動卻募來說 公益團體也是這樣 我有一個計畫或是我要主動說服大家要來 捐給我 那有電影的管長有這麼傻嗎 錢當然越多 你就可以做更多更多的政績 然後讓大家可以比較安全地度過這個災難期啊 坦白講就是說 剛剛大法有提一個 就是最重要的九二一 九二一的這個災害的這個整個散款 現在還剩下一百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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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億 那就是說像這樣的這樣的一個九二一留下來 因為地震所造成這些散款 其實應該他要變成 將來可能最好就是變成 全國有關地震救災的一個 統一的一個調配的一個資源 那這樣的話 避免說每一次這個發生 這個地震的時候 那發生災難的時候 重複在募款 那重複募款之後呢 事實上他可能 最後大家也沒有去看 這個結議是怎麼樣 每一次大概就是 最後的結議 可能經過幾年也沒有 也再沒有人去監督 然後他就會進入到 地方政府的一般的款項 目前大概狀況都會變成這樣 就是說因為他等於是 有多餘嘛 那多餘之後 他就很容易會變成 就是地方政府在一般政務上 原來該支出的 多的錢怎麼辦 退給捐款的嗎 不能退嗎 通常不會主動退 然後他無法交代 他就說好 我都會放在重建事項 你不能退 不就是鼓勵他多花掉嗎 所以我說現在的問題 就是說當你沒有辦法 我們經過這麼多次的教訓之後 其實理應可以透過好的資訊的 的一個整理跟會整可以預估的出來 哪一種形態的災難 大概需要的經費是多少 不過黃老師我們來看看公益券募條例 其實講得清楚 不是阿貓阿狗都可以去募款 只有公益學校 行政法人 公益社團 還有財團法人才可以去募款 災難的時候這些都不能 只有各級政府在重大災難國際救援才可以發起勸募 然後政府募款的規範就是說你要指定用途然後開收據 要甄信 資訊要公開 然後最長募一年 然後期滿之後一個月內要收支公告 指定用途 不可以A拿去用在B 然後剩餘呢 錢怎麼辦 你要可以提一個計畫 經主管機關同意就可以執行 譬如說921剩那麼多錢 是不是可以拿來做以後的地震的災情的這些補助 那當然有匡列的行政費用的這些比例 因為說實在大家都認為這個不對 可是讓錢用在刀口上 恐怕是更重要 公益全部條例夠嗎 我是覺得要從 還有從另外一個地方要補充這件事情 就公務人員承擔社會的責任變大 而且面對的問題也變得不一樣 跟快速的時候 你必須要成長 像這一次的救災跟其他地方 其實有一些共同的毛病 第一時間告訴大家說 礦泉水來太多了 不要了 泡麵來太多 物資太多了 棉被也不要來了 可是事實上這個事情經常會有種誤導 就是在第一階段的物資夠 並不代表你人民安靜下來的時候的需求夠 所以這裡面包括剛才我看很多四百萬兩百萬 我都覺得如果公務人員有像剛才信聰講的 他可以把這些市政做得更好 討好老百姓更多 老實講現在大家的不滿意的地方就是 那個災難是那麼嚴重 才因此有那個熱情去把那麼多捐款把它投進去 可是那個捐款投進去之後 有時候用不完 有時候亂用 可是老實講有很多人的生活呢 卻長達半年一年之後被丟到一旁 他得不到好的幫助 事實上是一個進步的政府 有很多事情還是應該要做 像那個摩托車 其實像花蓮就是很多就是有需要 那你民間會有一些變化 比如說這次有兩個創立 創舉 一個是有一家摩托公司開始 你只要買摩托車 我就撿一萬塊錢給你 另外有一家摩托車 他直接提出三十台摩托車 在那邊給災民去做申請 像這些 你看他老實講 社會 公民社會就這樣子 既競爭又進步 這次其實我也要謝謝館長 跟跟這個186 昨天其實花蓮的受災的民眾心情 非常複雜 而且非常擔心 那公民公民的社會 這樣一反反反反映出來 那今天的縣政府已經通知 就是他們明天十一萬的 那個一坪的申請開始了 然後生活補助一萬塊錢 也開始了 所以大家的監督 其實會讓我們的社會進步 那其中有一個承擔者 是公務人員 今天是你們開始進行 所謂的這個災難的這個募款 是這個災難募款 你要去面對那個災難 跟那個後面老實講 是有一段時間才能夠恢復 那個時程 尤其像我自己經歷看過的 像臺南的事情 跟臺東的大面積的颱風 可是當時臺東 沒有人站起來 幫這些臺東的普遍居民做募款 烏來也沒有特別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在花蓮還有另外一種情況 所以某種程度 議員我們恐怕也要對所有的民眾 一個機會教育 就是我們可能一時 那種就是真的同理心 那時候起來 大家可能就會掏錢 可是經過了一個月 兩個月之後 大家就沒太多的感覺 媒體也不報 但是恐怕半年之後 災民那個真正的困境 才會出現 因為一開始資源很多 半年之後就沒了 所以其實我我非常的在這次裡面去知道說 九二一大地爭剩下一百多億 這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如果我們的災款 可以更拔制化 更拔制化 然後更有規模的 其實剛剛黃老師說 公務人員要承擔責任 其實我從這個散款監督委員會 其實公務員完全沒有辦法承擔責任 因為他在做這個散款的分配 和使用的時候 他不是用一般的採購 和一般的那種管控 是由公務員來管控 其實是沒有的 是完全沒有 這就是我在講的 按照我們這裡面 有一個就是其他項 就是倒塌大樓 周邊住宅什麼 所有的補助事項 都匡列在所謂的其他項 有十三趴 有兩億多 比災民的死亡 慰問金和那個安補扶續的 那些的還要高的 十三趴 其實他裡面有修繕 我們大規模花蓮的道路 厘清博有都重鋪 好 但一百倍多少錢 那些單價都要透過 公開的來被監督 是否則這個 其實沒有用採購法 去發包的時候 到底我們用了多少錢 怎麼用 其實這裡面空間就很大 但我請教 善款的監督 到底那個機制是什麼 就明天團體 你現在有自己的公益自律聯盟 那有一定的指標 我們會自律 但是目前最麻煩的 就是政府這一塊 雖然公益確務條例 都有一些規範 說你要定期 政府也是需要開收據 定期對外說明 他要怎麼動用這個善款 可是的確 政府的一個機制 跟民間不同 是因為畢竟民間是自己的力量 民眾會對於民間自己 在提供這一些 所謂的善款運用上 他會有比較大的理解跟包容 可是對政府這個公權力角色 其實它是有高度的期望跟要求 所以我是會認為說 政府的監督這個角色上面 還是要靠所有捐款人 當你捐的時候 你就要去注意 政府到底有沒有公開的告訴 你要怎麼去運用這些錢 這是感到的 就是說這個善款裡面 如果真正用在 像用在道路 其實還是要適用財購 所以他現在 沒筆財 如果你不認識 是否是你的家人 或是你的家人 什麼事 有或是有 以色列情報單位 新貝特 長久以來是國家為安的決策核心 他們與歷任總理密切共識 同時深受政要信賴 深深影響著國家的政策 可以說是以色列相當活躍 也是最為機密的一個單位 六位新貝特首腦破天荒同意受訪 公開談論他們的秘密行動 思索行求與恐怖主義 逮捕與暗殺之間的 道德原則 揭露六日戰爭 以色列軍事占領引發的爭端 至今仍餘波未平 周四晚間十點 紀錄觀點 守門人 公共電視公開珍求新節目 以賴馬的經典繪本 猜一猜我是誰 為原型的意志互動桌遊 可以讓幼兒玩形狀辨認 配對記憶及訓練手指提升 更專注力增進感覺統合的觸覺遊戲 看圖說目視 天堂選十招 一二三四四個不見 快走吧 打到 這是什麼神組織 我們是金牌小特務 金牌小特務 周三周四晚上六點 就在公視頻道 旁邊可見 會有 眾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